中国政治的五个蛛丝马迹王丹,7月开始报纸上对习近平的造神就有降温。 7月31日之后,有19天没有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对此外界难免有不少传言现在。 习近平回来了,这代表他强势回归马,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五个蛛丝马迹,还是相当耐人寻位一。 习近平上周在一个有关一带一路的座谈会上强调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低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 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他说,只要各国有意愿中国都欢迎他们加入进来。 习近平还说,未来在相关政策的实施中,要注意雪中送炭。 这样的低调与以前的高调有明显的不同看来一带一路,的大洒币政策和扩张加殖民的方式,引起国际社会反弹和警惕。 党内已经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而习近平接受了2。8月27日,宣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10月1日开始实施。 其中提到的一些,会被开除党籍的行为,其实正好可以作为佐证。 说明不仅党内存在这些行为,而且习近平也最忌惮这些行为哪些行为呢? 让我们见识一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的。 通过网络方式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人民军队历史的,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组织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参加秘密集团或者参加其他分裂党的活动的。 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条那就是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也要开除党籍这个党,对党员的管理说起来,真是从灵魂到身体。 可见从身体到灵魂都有问题三。 习近平付出后的第一个会议,就是中央军委的党,的建设会议会上,继续大谈维护中央权威,对党绝对忠诚, 这通常就说明,军队有人对中央并不绝对忠诚是谁呢? 8月25日,香港媒体爆出,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辉,因为涉嫌危纪,接受中央军纪委审查,显然就是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杨辉早就有问题要不然不会降职,但是为什么现在才处理? 这里恐怕有七窍四。 前军委副主席刘源,已经沉寂很久了8月18日,他出席了上海书展。 出版一本新书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亲自经历过, 千万千万不能再有这种事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党内有人包括温家宝、刘源,始终对于文革复辟有警惕并强烈反对。 这应当也是党内对习近平有所不满的内容之一五。 另一个受人关注的人物王沪宁,也开始露面了。 他作为副主任,出席了中央依法治国委员会的会议不过事情还是有一点奇怪力如过去。 习近平接见中央外宾王沪宁,都是随时左右的,但8月20日,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 身边不是王沪宁是杨洁篪在身边不奇怪,他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但是王沪宁不出现与过去不同王沪宁,同一天会见了越南的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这个层级可就低多了显然。 外界所传王沪宁在党内地位有所动摇,并不是空学来风走之。 虽然习近平等都重新出现中国政局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事实上是否真的如此? 从一些蛛丝马剧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疑点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力。 场合观点相关报道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六四人物原木去世。 官方称其共产主义战事特鲁多中国居加拿大公民,不可接受中国热评。 孟晚舟事件走向非西美方如何反制中国入侵万豪? 2018年12月14日,中国在非洲大撒币。 美国如何是好零八宪章十周年,欲改革开放四十年腾标中共体制内汉奸,知多少高薪美中关系四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专题。 吹嘘风桥惊艳习近平柴琉牙刘青,美中共时孟晚舟案,不会影响贸易谈判评论,零添加评论。 打印分享电邮同步广播库,新疆大规模,转移穆斯林集中营迁甘肅。 国际刑警组组织主席孟宏伟,接受调查山东上千老兵维权与警激烈冲突新疆镇压史。 王震杀人如麻为何犯冰冰不用坐牢? 中国最高检要求,严惩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联系我们点滴的书页馆。 妈妈的鬼门关中国最高检要求各机关严惩侵害儿童犯罪习近平,为何对文革,请有独钟高薪编辑,推荐民主沙龙,2018年12月18日。